耶耶耶,哎呀,哎呀,哎 您好 主位好 我现在要给您带领的圆明会的团队 要给你们鼓励一下 其实这几年来 我们推动了不管是政策也好 或者是预算别也好 我们其实都有增加 然后我知道圆明会的业务非常的盘杂 那每一位圆明会的同仁 你们都时间跟你们要处理的公文都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其实能够有一些的政策的落实 还有现在我们看到一些业务的推展 主委还有所有的圆明会同仁 我们实在是很辛苦了 但是我们身为原住民的立法委员 我们监督也不会懈怠 现在我有两个问题要就叫主委 我在3月16号以20年原乡路为主题 跟苏贞昌院长做我的总执询 然后这两个 第一个部分是部落的道路 必须要依照公路法第二条的定义 也就是原住民部落之间的道路 要全数纳入乡道和区道 并且让圆明会每年可以分配到 气燃费来执行部落道路的养护 第二个就是部落道路的养护预算编列 必须编列在一般公务预算来执行 苏贞昌院长其实当天有承诺我 他会责成相关部会来办理 而那些的质询 您还有交通部的林嘉隆部长都在场 请问主委 针对苏贞昌院长承诺的这两个政策方向 原民会你们有没有开始做后续的规划 跟跨部会的协调 谢谢这个委员对这个道路的长期的关心 上次在3月16号 苏贞昌院长在委员的执行之下 也特别让我们各部会去重视这个议题 所以其实我们在最近的 跟林嘉隆部长的这个 还是非正式的会议里面 他已经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尤其是提到了这些 气浪费的这个部分 怎么样在原乡 或者应该有的一些比例的分配 那我们会接续会在这个部分 那你部长也同意 我们再找时间 再做一些意见的交换 需不需要我来安排你们两会的首长先行协调 这样子会不会有效的加速这个政策的推动 需不需要 其实你已经在总之期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指教了 那院长也特别关心也交帮我们 我们现在先跟交通部做一个沟通 如果真的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你做一个报告 那我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吗 是 好 谢谢 另外我要针对原文会 原文会基金会董事长 我请问一下 你们给我的那么多的报告 我看到了有非常多好看的节目 你们能不能还有别的规划 因为我们知道原民台的收视率 其实没有一般主流媒体高 我们都会看到客委会有一些好的节目 在其他的台里面去主流媒体里面去播放 原民会有那么多好的节目 甚至于得奖的节目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规划 请问董事长 报告委员 有关于今年度我们的节目 我们做了一个品牌的设定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跟客家传播基金会 以及台语台 公事 我们会共同合作来自播节目 另外是我 我不是讲自播节目 董事长你很显然没有听懂我的话 我说原民台其实这么长一段时间做了非常多的节目 包括历史文化的 还有所谓的一些这个原住民部落深入的一些节目 这些节目难道你做完了就放在你们抽屉里面吗 因为你们原民台播出的 的人看的几乎是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才会要求你们是不是回去赶快规划一下 把一些非常好的节目可以在主流媒体里面去播放 可不可以 是 可以吗 对我刚提到的是这个合作面 所以我们会把节目脱播在这些频道上面 包括其他的商业频道 可以吗 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一个月 请告诉我们你们要怎么做 第二个 8月1号就是原住民日 我要求你们在 8月1号我也要求其他的行政部门啦 所以原民台或者是广播 你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要配合其他的部会 来整理规划 8月份一整个月原住民日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规划 另外 原住民两年一次的运动大会 为什么你们不可以直播 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乡镇 是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的 你们难道两年一次的直播都不能够规划吗 这一次就算了 我希望两年后的台北市办的 你们应该要先行赶快规划 我刚刚以上提的这三个 一个月内提出报告给我 好吗 谢谢 谢谢委员 各位 哎呀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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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